Hello 大家好 我是Koala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高鐵通車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西九龍站 去做一個開箱 那究竟開什麼箱呢 我們一會兒去到西九龍站再說 我們剛剛下巴士就遇到一個很搞笑的事情 可以走上來的方法 要不就是走樓梯 要不就是搭升降機 我們發現原來升降機是壞了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有個婆婆坐下椅 她都要慢慢走樓梯扶下去 我真的不明白 這裡建了這麼多設施 你都不建回電梯 就是依賴樓梯和升降機 都真的挺搞笑的 不知為什麼這裡還有很多鋼筋 為什麼不展開呢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功能在裡面呢 就到了 我們成功進來西九龍站的高鐵站 但我們剛剛進去廁所的時候 已經發現地面有變變 這麼快已經是中國一體化了 你說真的正不正嗎 還有今天是超多人了 新聞說下面這些自動售票機有些問題 所以很多人走到前面的位置 要去拿票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裡 除了有很多記者 還有很多吃花生的市民 包括我 還有有些真的可能是搭高鐵的 超級壁劫 懂得搭一定不會是今天搭 因為真的超多人 如果我今天還是在這裡排隊 所以我想我排完隊 都應該可以去到深圳的那個時間 排到後面那個位置 都還有很多人在排 所以 除非你一早買了票 不然我都不會今天去和他逼我 雖然後面報了無事新聞 但我覺得 不用看新聞 應該都知道 這裡是有幾多人的 可以看到 後面全部都是買票的 除非你真的很新市場 一定要今天搭 否則 過多一個月都未遲 這裡下面應該是離境大堂 所以超級少人 相比之下 下面應該就是後車室 遠處看到有那些什麼 驗票、閘口 有少少像香港的機場 不過當然小很多 我現在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如果你在阿士丁站出來 在後面這個位置 就搭這個高鐵 其實在這裡走過去 大概五分鐘內 如果大家搭九龍站出的話 你就要沿著後面這個位置 就在那個方向走去高鐵站 距離應該是比阿士丁站遠一點 應該大概就走十分鐘左右 不知道今天是因為人多 所以沒有冷氣 還是之前打風的時候 弄壞冷氣 今天這個地方是超級熱的 如果我對比 其實去機場可能有時候很多人 都沒有那麼熱 所以我猜它是應該 可能是環保的原因 所以沒有什麼冷氣 是嗎? 符合國情 符合國情 其實大陸的火車站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裡有一部分 是屬於大陸的 所以它應該都是沒有冷氣 很辛苦 終於找到一個位置 沒有那麼多人可以坐下來 慢慢開箱 那今天為什麼要來到西九龍站 來開箱呢? 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我買了西九紀念票的套裝 好,那現在立刻和大家去拆解一下 這裡裡面有什麼 噔噔! 就是這個紀念票的那個小冊子 我問過那些職員呢 今年這個紀念票呢 是沒有包任何的紀念車票的 即不是說高鐵的那些車票 是經常搭地鐵那些 這個是沒有的 那看看這本書裡面有什麼 高速 高得更遠 那裡面呢 就有那幾輛列車的樣子 介紹有什麼的站 可以放一張票在這裡 但我現在連車票都沒有 那我要這個東西 是不知道來做什麼的 那遲些有機會 搭駕鋪鐵再放下去 有得吸引的 好像去那些迪士尼吸引仔 這樣可以吸引仔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有個QR Code 應該就是下載它 高鐵的那個APP 沒有啦 就只有這麼多 那這本書呢 大致是這樣 那最重要的那個本體就是它了 就是這個紀念的火車模型 上面呢 很簡約地這樣寫著 MTR 好啊 高速鐵路 那樣 那樣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了 那個包裝就 會有實色危險 那沒有人叫你吃了熬鐵的嘛 是不是 好 打開看一下先 就是這樣打開了 我相信 哇 就是這樣 好 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座也挺漂亮的 以前 機鐵啊 或者東中電的那些車啊 或者其他那些列車呢 我都有買的 今天這架車呢 都挺帥仔的 那個樣子 還有一個座 那可以拿出來呢 哇 這架車都挺重手的 就是不是 不是玩具來的 還有看上去呢 挺帥仔的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動感號 好動感那個樣子 究竟叫動感號 還是感動號呢 應該是動感號的 但是這些議員 是說好感動的嘛 所以就 我不知道了 這個開箱呢 就是這樣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 有一本書 還有呢 就是有架 這樣的 圖形的 那我自己就有兩架 因為我喜歡 一草呢 是草車頭 再加到架在後面呢 就是一個車尾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 高鐵的開幕的影片呢 就記得給個like 還有呢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次呢 希望可以是 直接上到一架 真的高鐵上面呢 去可能深圳啊 或者廣州呢 拍給大家看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然後就給個好看 吧 我們下條片 這邊請 mam 可以一陣子 我們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